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甲骨文云的Linux系统 然后得得成一个Windows 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下实例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把系统镜像选择无光图 然后这些都不变 我们就只用这个一盒一记的 这里是粘贴一个公钥 然后就创建 创建以后呢 我们还要改一下入战和出战 变更一下子网规则 我们下期待一下子网规则 在这个电视下 里面就能够到 都会变得更好 应该是更好 我们下期待 回到实例这里 我们进行连接 这个系统的拥有名是Ubuntu 然后我们进入管理员模式 接下来就是执行代码 代码的地址我会给大家贴出来 依次执行这个代码就可以了 这里我推荐的是温奇的企业版 因为它的内存是一盒一记 它是比较小的 我们就复制这行面了 安装的时间大约是需要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就等它结束吧 那现在呢 基本上过去了有30分钟 我们尝试着来连接一下这个IP 然后注意它的用户名在这里 确实密码 这里显示的是温奇的企业版 然后有一记的内存 我们看一下它的IP 美国的地址 这个速度不算太快 那么今天做这个教程呢 主要就是送给那一些 不太会使用Linux系统的朋友们 然后把甲骨文Linux系统 安装成Windows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使用Windows的软件了 远程连接的软件在执行代码之后 它会自动断开 然后你就需要大约半个小时的等待 喜欢我的视频 请大家给我点一个赞 好了 那本期的教程呢就到这里 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